如何令身体强壮些? 在现代社会中,健康的身体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之一。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和饮食习惯的不断演变,许多人面临着身体虚弱、经历不足等问题。 因此,如何令身体强壮些成为了许多人关心的话题。 本文将从饮食、运动、心理健康和生活习惯等方面探讨如何增强身体素质,提升整体健康水平。 一、均衡饮食饮食是影响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要想让身体强壮,首先需要摄取足够且均衡的营养。 1.1增加蛋白,致摄取蛋白质是组成肌肉的重要成分。 对于增强身体力量至关重要。 建议每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,来源包括瘦肉、鱼类、蛋类、豆类和乳质品等。 特别是对于运动员或经常锻炼的人来说, 适量增加蛋白质摄取有助于促进肌肉的修复和增长。 1.2多吃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剂,能增强免疫力,促进身体健康。 建议每日摄取五种以上的蔬菜和水果,这不仅有助于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, 还能改善消化系统的功能,保持良好的新陈代谢。 1.3适量摄取健康脂肪、健康脂肪对于身体的正常运作也非常重要。 选择富含Omega-3脂肪酸的食物,如鱼类、坚果和橄榄油等,有助于降低炎症,促进心脏健康。 此外,避免摄取过多的饱和脂肪和反噬脂肪,这些脂肪可能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。 2.定期运动运动是增强身体素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适当的运动不仅能增强肌肉力量,还能提高心肺功能,促进血液循环,强化免疫系统。 2.1力量训练力量训练有助于增加肌肉质量和力量。 可以选择举重、俯卧撑、深蹲等多重训练方式。 每周至少进行两次力量训练,每次持续30分钟,这样能有效增强肌肉,提升身体的基础代谢率。 2.2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对于心肺健康有位重要,如慢跑、游泳、骑自行车等。 这类运动能提高心脏的耐力,促进血液循环,增强整体的体能。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,或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。 2.3弹性和柔韧性训练除了力量和有氧运动,弹性和柔韧性训练也不容忽视。 瑜伽、普拉提和伸展运动能改善关节的灵活性,减少受伤的风险。 每次运动后,进行适当的拉伸,能促进肌肉的放松,增加柔韧性。 3.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对于身体的影响不容小觑。 压力、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会影响身体健康,甚至可能导致生理上的不适。 因此,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也是增强身体的重要一环。 3.一管理压力、学会管理压力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关键。 可以通过冥想、深呼吸、阅读或听音乐等方式来放松心情。 此外,与朋友或家人分享自己的感受,寻求支持,也能有效减轻压力。 3.二培养心去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,如绘画、音乐或运动。 有助于提升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 这些活动不仅能让人放松心情,还能增强自信心,改善心理健康。 3.3保持良好的作息、良好的作息习惯对于心理健康也至关重要。 建议每天保持7至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,避免熬夜和不规律的生活方式。 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的恢复和再生,让人精神焕发,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 4.健康生活习惯除了饮食和运动,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也是增强身体的重要因素。 4.1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饮酒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。 戒烟能显著降低多重疾病的风险,包括心脏病和癌症。 适量饮酒则有助于维持健康,过量则可能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。 因此,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增强身体的关键。 4.2定期健康检查 定期的健康检查能及早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。 通过检查血压、血糖、胆固醇等指标,及时调整生活方式或接受治疗,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。 4.3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,能增加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 社交互动有助于减少孤独感,提高心理健康水平。 参加社区活动或志愿者工作,能促进社交网络的建立,增强归属感。 结论总的来说,想要让身体强壮些,需从多方面入手。 均衡的饮食、定期的运动、良好的心理健康与健康的生活习惯,都是增强身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,制定适合自己的健康计划,逐步实施,并持之以恒。 唯有如此,才能提升整体的健康水平,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,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。 健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,让我们一起努力,朝着更健康的未来迈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